高空煙火五彩繽紛 照亮明宅夜空 数十道金色光束射向高空 紧接着这画面宛如天旅散花 烟火阵仗太夸张 吊车轴式旋转魔力烟花 啪啪啪连续施放 让底下民众看得超赞叹 台南晚上真一波波烟火 灿烂夺目 辣妹舞台秀也超热闹 但对当地居民来说 简直是恶梦一场 5月1号晚上台南湾里 庙会绕境狂放烟火 网友留言体育场这里 一直听到蹦蹦蹦 啪啪啪的声音 听起来很像闷雷 其他人也说以为是打雷加一 也有人很怒 整个湾里都被炸烂 整个湾里有够吵 还有人洗澡洗到一半 以为打过来了 一路炸没完没了 居民怒了狂检举 主办庙方出面致歉 却还是把责任推给来捧场的有庙 而环保局统计当晚民众检举一共七十四件 分成空污法 网造应管制法以及环境自治条例开罚 请向财罚最高金额 就是因为庙会诈炮罚不怕 扰民太多次已经民怨沸腾 记者来关张台南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